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拙干脸 他肩背手拉挂包和大号行李箱 负重而行 却表情轻松 拱心两和老外一起来到出租车局域打车 两人一路没有过多的交流 但是却显得颇为默契自然 几十分钟后 汽车来到双锦附近的路边停下 拱心两居住的公寓就在这里 老外仍然独自搬着行李 拱心两则慢悠悠的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朝公寓走去 老外和他并肩而行 这时他看上去更像一位心疼媳妇的好老公 搜狐视频觉得这位老外有心眼熟 接而想起今年三月在机场就曾经拍到过两人一起回京 当时老外用行李车推着拱心两飞奔 拱心两乐得花枝烂颤 不过当天老外和他并没有同归一处 而几个月之后 拱心两和老外这段低调的恋情 已经升级为同居阶段 虽然那位老外身份不明 不如朗朗显赫 但对于拱心两来说那份体贴照顾 却远非朗朗可比 拱心两坚定爱情国际化的路线终于成功了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 上搜狐视频 肯兇的好声音 大家好 我是张慧妹